欧盟欺人太深,中国对等反制,拿法国开刀 为何英国人先看懂了这个下马威 最近中国对欧盟出售以后 英国这边立马就在对华加征关税问题上打起了推堂股 当欧盟委员会议主席冯德莱恩还在接接赖赖赖 说什么要继续在电路汽车关税问题上和中国进行磋商的时候 英国政府则是明确表示 他们不会跟随欧盟的脚步 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可以重税 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英国制造商能够在中国生意兴隆 谈媒来讲,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说到英国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抱什么希望 觉得他们肯定会仅给美国或者欧盟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高额的关税 这么想也没有错,毕竟英国作为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传统盟友 在一些重要的外交事务上,伦敦方面很少会给其他人唱反调 但是这一次却截然不同 从英国贸易大臣雷诺兹的发言来看 我们中国在大排量汽车以及酒类先拿法国开刀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至少这个下马威英国人是看懂了 正如雷诺兹所顾虑的那般 中国这个大市场对英国制造商而言很重要 尤其是汽车产业得益于英国的先发优势 深耕汽车领域多年的他们拥有宾利 劳斯莱斯等知名豪华汽车品牌 其中大排量占据了大多数 而英国的汽车工业 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些汽车制造商 都深深的依赖于中国市场 因此伦敦方面不打算效仿欧盟对中国电路汽车加征关税 这个决定无比正确 如果英国像法国那样以不公平竞争为由对中国加税 那这势必会导致中国对英国的汽车加征相应的关税 从而给英国的经济带去沉重的打击 同样英国的酒类产品也对中国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而这两个领域都是中国喜欢用来反制对手的措施 当然动用这些手段的前提是对方没事找事 如果不是欧盟欺人太深 那中国也不会采取对等的反制 虽然说英国人是出于利益 才在对话关税问题上显得比较慎重 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 没有对错 对那些在欧委会投票中投了赞成对华加征关税 的那些国家来说 英国这会成了应该学习的对象 要知道除了肉类酒类以及大大量汽车之外 中国还有很多的底牌可以用来对抗欧盟 简单来说欧盟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对中国设施反穷销税 这既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 也无法阻挡中国前进的脚步 英美国欧盟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 若看不懂这个道理 最后只能是自去其辱得不上实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